乌克兰情势持续的紧张 那么欧盟 美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四方 今天在日内瓦举行了四方会谈 那么这次会谈有什么一样的看点呢 我们现在就连线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 请静玲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谈相关的情况 静玲你好 小熊你好 是的 这项针对乌克兰危机召开的四方会谈 今天上午在日内瓦举行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东部的紧绷情势 并未因此而缓和 那么乌克兰政府的安全部队 仍然在当地举行反恐任务 俄罗斯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军队 也没有撤退的迹象 那么今天的这项会谈 透过外交斡旋 是否可以达到化解当下危机的目标呢 目前这里一般的看法是恐怕不容易 除了俄国总统普京的态度强硬之外 欧盟28国立场分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高度仰赖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欧盟国家 包括德国在内 担心如果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的话 恐怕会遭到俄国的反报复 那么如果今天这项的四方会谈 无法取得进展的话 目前最合理的假设是 欧美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 也就是包括了能源金融和贸易在内的 第三阶段的制裁 欧盟的执委会已经在昨天把相关的文件 发给了这些欧盟的成员国 那么说明这个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制裁的话 对欧盟的经济和金融 还有能源可能造成的影响跟冲击 那么反而是美国的立场现在是很清楚 如果今天的会谈没有突破的话 华府最快可能在本周之前 就会对俄国展开进一步的制裁 萧逊 加文一句就是说 那么普遍的欧洲方面认为 谁占有上手 那么在制裁方面 是欧洲还是俄罗斯 您的意思是说 谁占了善风 对 谁会输得比较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反过来说的话 好的 我想其实普京的总统府的发言人 他昨天也说了 普京他会对这个全面制裁 也会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衡量 所以到目前为止 谁会比较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这个在欧盟的28国当中 因为是28个国家 那么有些国家 他们确实跟俄罗斯 有很大的经济跟利益的纠葛 而有些国家 像是中东欧的国家 他们的利益纠葛比较少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想在欧盟内部 每个国家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 萧巡